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两天华人社区都处于一种悲痛当中 我们深深的怀念刚刚离世的著名歌手李文 很多人让我谈谈抑郁症 其实在几个月之前 我已经就青少年抑郁症以及自杀的情况 做过三集不同的视频 关于这些视频我在下面会有链接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成年人的抑郁症和青少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不管是在诊断还是治疗上面 但是我还是会用时间去整理一下 成年人的抑郁症的情况 在适当的时间做一个专题的讲座 这几天大家应该看到很多专业人士在讨论抑郁症 我并不是很专业 我只对抑郁症的药物比较熟悉 但是在几年前 我在美国的自杀防治中心接天过电话 就是专门针对于抑郁症患者 在自杀之前寻找帮助的时候的一个电话中心 所以我接受过一定的训练 也知道应该如何和抑郁症患者进行交流 我的知识非常浅薄 但是我也很愿意把我所听到的 遇到的和大家分享 今天这个并不是我的主题 今天我的主题最主要是针对于网上 有些评论 评论李文小姐的家人 或者说她的护理者的一些东西 这让我不得不停下脚步 谈论一下一种特殊的抑郁症群体 就是护理者 这些护理者不单单说是那些专业的护理者 我说的是那些家人朋友 去照顾一些长期的慢性病患者的护理者 这些慢性病包括抑郁症 也包括阿兹海默症 中风瘫痪患患者 癌症晚期患者 我们发现这些护理者 这些亲人 他们患抑郁症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么为什么呢 证明的原因非常复杂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一个家人患了严重的慢性病的时候 这位护理者基本上需要24小时的看护这位患者 所以这位护理者会出现一个脱离社会社交上的孤立 他们没有时间 有些时候这个护理者本身已经有了轻度的抑郁症 这种情况反而让血上加霜 还有就是由于这位患者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 再加上医疗费用造成了家庭的经济困难 也给这位护理者很大的压力 刚才说了 照顾这些患者是个24小时的工作 他们是没有休息时间的 这么长时间的一种照顾 不但在身体上给护理者一个压力 在精神上也是非常压抑的 因为很多这些患者在照顾的时候 护理员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所爱的人 身体越来越差 而且这些护理者他并不是专业人士 他没有接受过训练 他无法知道如何去应对患者的情绪变化 但是他同时又没有选择 因为这位患者是他所爱的 所关心的一个人 最主要的 他们在护理的同时 还无法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帮助 很多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照顾自己的伴侣 照顾自己的家长 大家觉得这是应该的 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些责论 但是同时周围人的风言风语 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会让这些护理员不知所措 甚至于陷入深深的内疚 举个例子说 一位患者中风了 一天这位患者不小心得了肺炎 如果说旁边有一个人就在说 如果你那样做的 他就不会感染了 你这么一句话 在你心里你觉得是好心 我给你一个提醒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 这就是在指责护理员里面 把东西做好 你看就是因为你的失误 而这位患者得了肺炎 这些的总和就造成了护理员的抑郁 那么护理员的抑郁会有哪些症状 他和普通的抑郁症患者的症状 差不大多 当然他有一定的特点 就是有些时候 他们在照顾患者的时候 会出现莫名的担心 老是怀疑自己做的事情 会不会加重患者的病情 而护理员本身 因为长时间的照顾 这些患者会感到非常的疲倦 加上有些患者 比如说阿兹海默症的患者 他有些时候睡眠时间是不正常的 这也导致了护理者 也不得不按照阿兹海默症的作息时间 而改变自己的睡眠习惯 造成睡眠不足 同时这些患者的情绪变化 比如说抑郁症的患者的情绪变化 就会影响护理者 如果说这位护理者 开始寻求用酒精或者药物 去放松自己的话 那么这个大概率 这位护理者本身已经有了抑郁症 那么如果这个护理者已经有了抑郁症 应该怎么样处理 对于护理者来说 第一点就要学会接受帮助 不要认为接受帮助是一种无能 把所有能帮助你的人 亲属朋友 列个表格 看看哪些人能帮你什么 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帮你做饭 有些人可以帮你去买菜 有些人可以帮你家里打扫一下卫生 大家帮你略微分担一点 第二赚助你所能提供的东西 不要预设一些你达不到的目标 因为这些患者的本身身体情况 有可能是越来越差 不要觉得只要你照顾了这位患者 这位患者的病情就会变好 有些时候你只能做到的就是 让患者减少痛苦 不要过度的相信会出现奇迹 很多的东西要实事求是 现实的接受 然后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 要建立联系 在不管是微信群也好 还是社区里面的朋友也好 还是要学会和别人进行联系 这个和刚开始我说的接受帮助 是同一类型的 在美国各个疾病 他们都有一些社交群体 在这些群体里面经常会有各种讲座 或者说有各种教材 告诉大家如何应对一些问题 积极的去参加这些东西 很多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在美国也有政府的一些帮助 比如说吧 我知道一位患者中风老夫妻住在一起 对方也无法很好的照顾这个中风患者 而子女要么住的比较远 要么工作上无法安排 所以他们就寻找了政府的帮助 政府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 给了他每个星期20个小时的护理费用 也就是说政府出钱每个星期20个小时 在这个20个小时之内 他们会请一个护理员上门 照顾这个中风患者 而给护理员就是他的老伴 有自己的时间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另外护理员自己本身也要安排好 自己的作息健康习惯 比如睡眠饮食之类的 最后如果说真的有抑郁症的情况出现了 你觉得自己应对不了 就一造专业人士帮助 这个很重要 不要把所有的负担都压在护理员的肩膀之上 这个不公平这也是不对的 不要进行道德绑架 如果你也在护理一个长期的患者 你就应该能够明白这里面的压力会有多大 对于我们周围那些普通人来说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给予任何医疗上的建议 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件事情 温暖护理员 你需要怎么样的帮助 我愿意帮助你 这就够了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了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用一个宽容的心 用一个爱的心 去多多关心周围的各种长期疾病的患者 以及他们的护理员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